大家好,今天早上看到新闻说 过去的一个星期,中国的武警系统发生了大地震 有19名军议级的官员在一个星期内被免职 包括4名正军级,15名副军级的将领 这个消息是从香港媒体上来的 虽然说还没有办法去完全验证它 但是北京青年报旗下的公众号郑志健有说 6月12号到17号6天之内 相继有13个省份的武警部队的主官被调整 那么大体上武警系统近期内发生了非常密集的整肃 发生了非常密集的人事更换就应该是事实了 那么这一回应该是深入到了武警部队的中层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武警部队的上层 就是它的网界上层就呈现出被连锅端的架势 前任武警部队司令王建平上将 还有两个前任副司令 前任政委和一个副政委都在去年落马 所以有媒体总结说武警 就是中国武警部队的四大专业警种当中 黄金武警,水电武警,森林武警,交通武警部队 这四大警种当中除了水电武警的司令 其他几个都是中共十八大以后才调任的 武警部队的大清洗呢 就是目前所进行的这轮密集调换呢 应该是在深发前任司令王建平的关系网络 就是王建平当这个武警部队司令的时候 他的直接上级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同时他也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交叉领导 那么武警他是属于中国的内务部队 他的调动管辖权限比起正规军来讲要分散一些 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应对各种社会突发事件 那么当然要由当权者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掌握这支力量 所以武警前司令王建平他的派系色彩比较明确 是江泽民这一边的 王建平从2006年开始担任武警部队的参谋长 2009年任武警副司令 后来任司令 2014年被调离 所以他在武警部队这个体系里面经营多年 武警的各个警种以及各个地方的主官 多数与他有联系 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19大之前武警军一级的官员的大换血 也是为了确保枪杆子刀把子 对于习近平绝对安全 关于这个武警部队的指挥权调动权 其实一直是一笔糊涂账 从中共的这个制度来讲 武警他是归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 但是各个地方他公安的首长 公安部门的首长又兼任所在地武警部队的第一政委 这么说起来 这个武警就和公安实际上有很强的交叉同属关系 而公安又是归政法委管的 所以这个武警事实上又成了 政法委可以动用的一支武装力量 甚至地方政府都有一定的调动权限 那么习近平上任以后 确实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加强对于武警的控制 像去年通过的那个军队审计条例 他就把武警部队内部的审计机构一起撤销了 就统一并入中央军委审计署来统一负责 那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从财务上加强了对于武警系统的监督控制 不过最终还是要明确的解决调动指挥权的问题 尽管说武警他是双重领导 国务院中央军委双城领导 你谁要调动武警了 你不能说你地方政府说调动就调动了 他有一系列程序 这个一系列申请和汇报程序 不过呢 因为我长期看中国新闻嘛 也经常看到网友的爆料 就是大量存在这样的事情 就是当群体事件发生以后很短时间内 那么武警就和地方的公安来至城管 有共同出勤的情况 那你要细究起来 这个就不太说得清楚 你说他是不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把所有的申请汇报手续都走完了呢 那就很难说 既然你让地方上的公安领导兼任武警的政委 那他总有借口 总有办法动用武警的一部分力量吧 像有重大的突发群体性事件 你必须在第一时间果断处理等等 所以呢 这种糊涂账就带来了一个军政不分的问题 就是地方政府啊 你如果让他有调兵权 他一旦做大 他严重的就会出现过去所讲的翻证割据的局面 或者出现政变的可能 所以东西方政治上的一条普遍经验 就是要实现军政分离 军不干政 政不干军 就是军队他绝不能够干预地方上的行政事务 而地方上的政府也绝不能有调兵权和指挥权 也不能让地方政府和军队有财务上的联系 那么军政这两条线的同属权 最终都汇集到中央政府手里 可是在中国这样的集权体制里面呢 你管得太死了 又没效率 就是地方上出现了突发的群体事件 怎么办呢 你警力不够用 你怎么处理呢 所以就处于这种两难之中 反正现在的办法呢 就是通过人事上的调整 把不可靠的人筛选出去 以消除发生政变的风险了 当然说到政变呢 这种风险呢 其实也是蛮现实的 也不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么悬远啊 你像河北省省委书记周本顺 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岳都被拿下 普遍分析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确保北戴河会议的安全 也就是说这个北戴河所在的青黄岛市是归河北省管的 如果河北省的领导在他管辖的地方 他完全没有调动武装力量的一定的权利吧 那你为什么又把它当成那么大一个威胁来解除呢 对吧 所以说到政变呢 咱们又接上了昨天的话题 可以多说几句 在世界上我们考察两个最主要的共产党 就是苏共和中共 以他们的历史为参照 你可以发现这个共产党真的说得上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朵奇葩 它连政变都政变的很奇葩 首先严格的说 什么叫政变啊 就是共产党历史上的政权更换 咱们要抠字眼的话 就很少没有不是政变的 因为你要抠字眼 什么叫政变 政变就是用非常规的制度约定以外的方式实现政权的更换 所以你要从这个概念出发 共产党历史上的政权更换啊 就很少没有不是政变 你可以说回回都是政变 那么你说江泽民两个任期以后交帮给胡锦涛 是不是这个权力很平顺的交接 那他算政变吗 其实算 只不过这个政变 它不是发生在江湖交帮的时候 它是发生在更早 发生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 因为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那你说共产党的制度承认这一条吗 一把手活着的时候 不仅可以指定他的接班人 还可以指定他的接班人的接班人 那共产党肯定不能承认的 他得说我们的新一届领导人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 而中央委员会是代表了我们全党的意志 对吧 而党的总书记担任国家主席 那又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 这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 所以指定接班人这个事儿啊 它是虽然是事实存在的 可是它是在制度约定之外的 是共产党不承认的 那就算非常规手段发生的 你按概念说 它算不算政变呢 那我觉得该算 因为它是非常规的嘛 所以它也没有延续性 就是这个领导人权威比较大 可以做得到 那下届领导人权威小点就做不到 那么胡锦涛交帮给习近平 那算不算政变呢 你按概念上讲了 也该算 因为这个接班人是你们各派大佬 通过黑箱勾兑所决定的 他不是说不设前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们 投票表决出来的 他不是公开透明的 那么如果公开透明按制度办应该怎么办呢 就应该是各个有意愿参选党领的人 向这个党中央提出我要成为候选人 然后向全党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然后再由中央委员们投票选出党领或者党魁 关于这个党魁的由来 中共党章第二十二条里面其实就是两句话 一句话是说 党的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党中央总书记 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 再有一句就是总书记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他没有说让你们几个现任常委 网届常委在北戴河的别墅里面勾兑一下产生吧 所以你真要落实他这个党章的话 你会发现他没有一次权力的交接不算政变 都是在规则之外去勾兑产生就决定了的 所以我们讲以名则实 你假如要求这个政治操作要按照他这个制度设计的原则来进行 那就没有符合的 就没有一次是做到的 这是一个奇葩的地方 另一个奇葩的地方就是 尽管没有一次权力的交接不算政变 你按照这个概念上来讲的话 但是我们最熟悉的政变形式 在共产党之内呢 确实还比较少看到 不能说完全没有 就是相对比较少 最常见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军事政变的形式 比如这个土耳其发生的政变 以及近两年在泰国埃及所发生的 像军队开进首都 占领政府机关 立法机构和重要的公共建筑 驱逐现任政府的首脑接管权力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另一种常见的形式呢 是我们在历史小说戏曲当中经常看到的 高官们欢聚一堂 开宴会 宴会的主人 瞅准时机 把酒杯突然一摔 大喝一声 刀斧手何在 埋伏在殿外的武士 一拥而上 将在座的几位大臣当场斩杀 那么后一种政变的情况呢 虽然不至于表现的这么激烈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 确实有 像中共1976年的中南海怀仁堂之变 就是接近于这种形式 就是以开会的名义 把张春桥 姚文元 王洪文 江青几个人给抓了 但是第一种赤裸裸的军事政变的形式 在中共的党史上 确实还没有发生过 尽管毛泽东反复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苏共的历史上 像泰国 埃及土耳其这样的军事政变的形式呢 严格的说是那样的也没有 但是有居于上面讲的两种形式之间的形式 就是1991年819政变 当时苏共党内的保守派 趁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期间 当时的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其他几个高官 以戈尔巴乔夫生病为由 说他不能够履行总统职责 亚纳耶夫自封为代总统 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 他们本来也是想调动军队 进莫斯科实施戒严控制政权的 但实际上他调动了多少部队呢 参与政变的其实就是两个师的一部分 就是两个陆军师 一部分坦克和装甲车 还有少量的散兵 但是军车刚一进城就被老百姓给堵住了 由于参与政变的军队数量少 他也没办法冲破市民的堵截 后来叶利青马上发表呼吁 说苏联军队不要参与政变 所以军队实际上没有大规模的参与这次政变 那也是人心所向 仅仅三天 这个宫廷政变和军事政变相杂交的产物 它就流产了 共产党历史上所发生的多次政变 你细究起来 多数是在规则内和规则外之间的灰色地带进行的 如果按照以名则实 我们刚才讲的从制度原则出发 你细究起来 它是不符合规则的 都可以算作政变 但是你粗粗一看呢 似乎也是在规则的大框架之内 因为它那个规则本身定的也很模糊 留有大量的灰色空间 比如赫鲁晓夫被逼退休 是苏共中央第二书记伯列日涅夫发起的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 对赫鲁晓夫群起而攻之 苏共中央主席团就是苏联的中央政治局嘛 有一大批委员对赫鲁晓夫发起批判 强化他退休 邓小平逼胡耀邦下台 是召开所谓的民主生活会 把一帮元老串联到一起 对胡耀邦突然发难 群起而攻之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通过一篇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 发动草根民众起来砸毁政权机器 揪斗刘少奇 但是全国的总体形势 还是在共产党的牢牢控制之下 毛泽东所取得领导地位的尊业会议 和邓小平在89年霸出赵紫阳 都是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 所谓会议扩大了 就是原来不具备资格参加会议的人 也被包括进来 他没有表决权 但是他有发言权 有发言权就可以形成一种气氛 主导这个会议的方向 所以一派就可以引进 给自己帮枪的人 他嗓门就被放大了 就压倒另一派 就主导这个会议通过一个啥决议 就把你给罢免了 为什么共产党的政变 它会体现为这种形式 它连政变都政变的这么奇葩呢 其实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今天时间比较短 我不一定能够阐述的很充分 就大体讲一下我的理解吧 就是我的理解是苏共和中共啊 其实它都是列宁下的蛋 就说它都是列宁主义政党 马克思主义有一说一 它在早期 因为它在欧洲那个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 它多少还受点那个民主气息的影响 但是到了俄罗斯在那样的文化土壤下 它确实发生很大的变质 所以这个列宁主义 它是给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增加了很多东西 就有这种什么皇权呢 宫廷政治的成分 本质上我们看苏共和中共这两批人 他们对权力的理解都是独占 都是不分享 它没有任何开放与分享的观念 这里面呢是有弱肉强食历史观的作用 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历史观 我能够置你于死地 我为什么还要把你留着呢 就是这种观念 同时呢 它受到无神论和道德虚无论的影响 这两者是相联系的 那么这两个观念一相结合的话 它就缺少合法性观念 就说我就是抢来的 我不需要什么合法性 我暴力就是我的这个合理的来源 你又能怎么着 所以说呢 无神论道德虚无论导致崇尚暴力 导致缺少合法性观念 同时还加进了一些专制权术的思想 就这么些思想像混合的产物 它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特点 但是它在形式上呢 它要说共产党是先进的嘛 所以它要维护一个近代政党的形式 那么近代政党 它就有中央委员会啊 有党的代表大会啊 有选举程序啊 等等这些形式上的东西 但是所有这些形式和程序 所体现出来的治理原则 也就是说 这些形式和程序被设计出来的初衷 是开放参与平等等等 那苏共和中共是一样也没有 所以一个党 一个政治集团 它能够如此不诚实 对自己都这么不诚实 在人类历史上还真的很难找出第二个 因为现在大家甚至是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也不觉得很奇怪 但是你真的以稍微宏观一点的眼光看 看看历史 看看当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其实这个共产党的它这个整个政治组织形式 真的是非常奇葩的 是很独特的 别的地方没有 我们刚才讲这么多共产党历史上的政变 都政变的这么奇葩 那回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王岐山的地位之争 他未来扮演什么角色 能不能没有前提的交给中央委员会去讨论 来表决 或者交给党的代表大会来表决呢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既然不行 那就得通过规则之外的一些手段来实现 就是通过我们刚才讲 以名则实嘛 你规则之外的手段 就是政变的手段来实现 具体怎么个变法呢 那就是接下来很多政治评论员要去分析的 这么个布局 那么个斗争 但具体是怎么样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那接下来我相信为了这个话题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讲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